今天的市场买了点五花肉 简单吃一个五花肉灰酸菜 咱们先把这五花简单的给它清洗一下 咱们把它的表皮拿小刀简单的给它刮一下 这是新鲜的猪肉 这个脂肪静硬提头 你们看这瘦肉里边还有这种细小的雪花 咱们把五花给它切成大片 咱们把五花切成这种大片 比如说这五花三层还蛮漂亮的 接下来咱们切点红葱末 咱们把红葱给它切成大的小末 然后咱们再切点蒜片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 然后来点花椒面 来点大料面 来上两勺姜面 这姜面要多一些 再来一勺盐 然后给里边来点老抽 再来点蚝油 最后来丢丢香醋 准备上三个土豆 切成这种滚刀块 接下来咱们准备点酸菜 给它切成三 咱们给里边来点冷水 咱们把菜给它涂洗一遍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有温微微热 咱们把五花给它下里边 咱们把五花煎至微微焦黄 把提前调好的调料给它下里边 盖盖给它焖上三十秒左右 炒差不多 咱们给里边来点八二年次来水 然后咱们盖盖给它炖上十几分钟 接下来咱们把洗完以后钻干的酸菜 给它均匀的铺到上边 然后把土豆给它铺到上边 接下来咱们盖盖给它小火炖上四十分钟 只至汤汁收干 汤汁收差不多 咱们给里边再来点粉条 盖盖再给它焖上三五分钟 给里边再撒点葱花 炖差不多 咱们给它出锅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先来一口粉条 春分实力啊 不如吃你 这个葰酸菜绝对是我的灵魂伴侣 然后来点酸菜和粉条 再来一块的这个酸菜 米饭必须盖 谁盖谁可爱 哇 再来一块五花 再来一块五花 一块五花 菜微微有点少啊 酸菜拌米饭唯一的魅力啊 嗯 酸菜包裹着美丽 配合这个肉 一口酸菜一口肉啊 简直是一种享受 这小五花的卖妙的身姿啊 仿佛在翩翩起舞 嗯 只是带来个口蒜 完美 还多受一点烫 买了点麻辣金针菇啊 这小牙烫 这小牙烫 哇 超级完美 明天啊 请不吝点赞 其他的